这段考题呢 开始是new items 主语啊 后面呢 明显是过去分词短语做定语啊 那它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一个安全气囊 宾语是气囊 那位置身后定语重句呗 修饰这个气囊 那里面我插入的状态 不管它 那动作呢 是删除 就是气囊是主语啊 主语呢 气囊删除了一个可能性 宾语是可能性啊 可能性身后 因为抽象名词嘛 身后这个det 高概率是同文语重句啊 重句里面主语是烟 动作是出现 再往后是一个时间状态重句啊 里面主语是这个气囊 动作是充气的时候 如A选项所写的话 有个病例连词暗的 身后要跟前面的一个句子 或者一个跟它长的一样东西并列 你会发现身前是根本没有一个对应的 所以这个找不到病例对象 属于法错啊 相当于暗的后面就没有动词了嘛 所以A肯定不对 再看2B啊 带回去的话是当这个气囊充气的时候 那so that 是一个连词表示所以的意思啊 那看到it 单数代词要指代一个单数名词 代替那个名词出现吧 这个it呢 让这些顾客认为车着火了 很明显还是应该是一个烟让的吧 所以呢这个it应该指代前面这个烟啊 那动词是make 宾语是passengers 身后这个think这一堆是一个宾卜啊 make somebody do something啊 think后面等于是宾语重句 省略了那个det 就认为车着火了 所以呢 2B可以先暂时保留 再看C C的话呢 依然是当这个气囊充气的时候 按了给了兵列锯 这个时候后面给了一个过去时 很明显是要跟前面那个过去动物相兵列 这里面肯定跟充气兵列 是说这个气囊充气 并且这个气囊让顾客认为车着火了 气囊不会让顾客认为车着火了 对吧 肯定是那个烟让顾客干那个事儿 所以这个妹的主语并不对啊 所以C就干掉了 再看4D D的话带回去 前面都一样啊 当这个气囊充气的时候 按到后面给了圆形 肯定跟圆形并列 所以跟appear并列啊 是说这个烟呢出现 并且烟让顾客觉得车着火了 好 你会发现2B选项跟4D选项 唯一的区别在于聚间关系 两句话都是说烟出现 都是说这个烟让顾客认为车着火了 但2B里面给的是因果关系 而4D里面给的是并列关系啊 你要看一下两个动作是不是真的具有因果的关系 这块我们需要对聚间关系做一个比较深刻的思考 如果你真的想两句话具有因果关系的话 你应该是说这个烟很浓烈 或者说这个烟看起来很像着火了 所以这个烟会让这帮人认为车着火了 而烟出现 出现这个动作和让他们认为车着火了 其实并不具有因果的关系 所以逻辑上两个动作并列是比较合适的 就是烟出现了 并且这个烟会让顾客认为车已经着火了 所以呢 4D选项明显比2B要更好一些 所以B干掉 B先留着 再看无意 无意的话呢 是这个气囊充气 身后是一个不定式做目的啊 因为不定式做状态的话 一般都表示目的 因为不定式本身就比较一种不确定吧 那你总不能说烟出现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就着火了吧 这很明显不合逻辑 或者你认为修饰inflated表示的是说 气囊充气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觉得车着火了 这肯定更不合适了 所以E肯定不对啊 答案是4D选项 这个题呢 主要难度在于我们能不能去思考清楚烟出现 和烟让顾客认为车着火之间是不具备因果关系的啊 直面考试通常对因果关系的定义是比较严苛的 就是当两个动作有这种直接关系的时候 才会被认为是具有因果关系的 而这些可有可无的 或者说关系非常薄弱的情况 都不会被认为具有因果的关系啊